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警方打掉碰瓷酒驾团伙的消息 醉酒驾驶遭遇追尾 交通事故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民警又发现了哪些蹊跷 一起来看 首先事故发生和报警地相差近500米 发生交通事故后 为了不影响后方车辆通行 挪动车位是很正常的 但挪动500米 这个距离在民警看来是有些奇怪的 如果说是挪动车位 那很有可能就是说在一个路口转弯 就是大家就是说停下来 而且当时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 当时的时候是晚上凌晨了 就是路面上的车子已经是很少了 就不存在说有一个交通堵塞的一个情况 事故发生时正值深夜 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方 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 在民警看来也是有些蹊跷的 两辆车的正话就是轻微的碰瓷 轻微的车位 试图应该是很慢的吧 不会那么快吧 轻轻插上去吧 既然后方车辆的速度很慢 驾驶员有足够的时间踩刹车 那么他为什么还会轻轻撞上 前方谢先生的车呢 除此之外 一般情况下 后车追尾前车 后车驾驶员应该承担 所有的事故责任 但在这起事故中 对方驾驶员却主动向谢先生要钱 开架也非常高 还反复拿报警来威胁谢先生 正常的交通事故嘛 谈不拢和解不了 就会直接报警了 但是不会有后面的威胁也好啊 恐吓也好 所以呢我们觉得 就是当时这个事故 就是冲着对方是酒驾这一点去的 更重要的是 民警发现 这起交通事故中的后车驾驶员 在近三个月里 与酒驾人员发生 两车碰撞后的 报警记录高达六起 据此民警做出判断 这很有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碰瓷陷阱